新冠病毒继续在全球多国肆虐 全球多个地方的户外活动也纷纷受限 许多是多么的期待能够恢复正常生活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就表示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假装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结束 如果有国家在病毒还没有受到控制的情况之下 就大肆开放将是一个大灾难 截至我国时间今天早上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2533万宗 超过84万8000人死亡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说 新冠肺炎大流行已经持续了8个月 他理解很多人都对限制措施感到厌倦 希望能够恢复正常生活 但是谭德赛提醒新冠病毒传播活跃的国家 在病毒还没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就贸然开放 将是一个灾难处方 另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 相关病毒疫情加剧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并扭转了几十年来在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力方面 有限而脆弱的进步 他解释在疫情肆虐期间 有70%到90%的医护人员是女性 但是只有30%的女性担任决策职务 扭转了几十年来在游没集中